球賽轉播的拍攝從最早期的4G、6G到後來的9G 事實上你在球場就算是架設兩位數字的攝影機 拍攝起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所以難免會出現這種死無對陣的爭議球 不過這也給轉播單位在事後一個重新調整的契機 但接下來這個案例恐怕就是柯南加上包青天都無解的 總而言之就是把他的戰力發揮得很好 無論是投手或是打擊或是機會出現的掌握 有這個球布蕾轟到了左半邊 界外球 哇 這是不是三壘省跟主省跟左縣省meeting一下呢 哇 這是從哪拐出去的這時候就關鍵了 很關鍵了 這個是3比1跟5比1的差距了 相信這一球在詩迷眼中是全壘打 熊迷看來不過是一個特大號的界外球而已 當時3比1的比數若是有這兩分進帳 也許熊隊的奪冠之路就會艱辛許多 詩隊的氣勢就會因此水漲船高 所以也難怪一向沉穩的大喬老伯伯會有如此抓狂的演出了 不過就算是有四個鏡頭的慢動作重播 也沒有任何一台攝影機的角度能夠否定左縣省的判決 即使增設了和標杆同一角度的攝影機作為輔助判決的工具 但是比賽已經結束了 冠軍也產生了 就讓布老爺這一顆飛出球場外的特大號飛球 成為球迷心中永遠的爭議吧 從畫面上至少可以確定 球的確是飛得比桿子還要高了 所以高桿子數 五顆星 球打得扎實 左中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了一個深遠安打 二壘上的跑者輕輕鬆鬆地繞過三壘 要回來 哇 之前在整個得點圈打擊率偏低的新龍牛隊的345棒 這時候鄭兆航適時了一擊 將比數是追進到僅僅只有1分的落後 目前是2比3 哇 不過這時候是漏彩一壘的情形之下 鄭兆航是被判定出局 看完了布雷的疑似拳來打後 絕對不能不提起更加爭議的安排 阿浪漏彩壘包事件 與先前案例最大的不同 就在於之前回顧的那幾球 攝影機都還拍到足以討論的畫面 但這一球 有的只是阿浪當年稚嫩的臉龐 夾帶著惶恐的表情 不停地向一輪聲表示他有踩到壘包 並沒有任何一個畫面有拍到鄭兆航踏過壘包的過程 也因為這一次的經驗 改變了轉播單位的拍攝方式 從此 選手想要深淵 裁判想要確保權威 一定都有畫面可以參考 這一球 可以說是革命性的一球 至於薇總的無敵鐵拳 就當作是台灣棒球轉播革命的先賢烈士吧 威猛指數 五顆星 貼出洋將大地勢 薇總絕對是總冠軍賽中最威的本土選手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右邊方向距離 距離夠了 貌飛士宣達的距離 接殺出局 三壘的跑者 莊錦赫 跑回來 結果壘壘這邊 跑到這一分算不算 這分算不算 這分不算 這分不算 壘壘的跑者 潘烏熊 被右挖野手 周思琦的回旋球 先出殺者 台銘伏雷 這過高飛西想打這一分回來 潘不算 因為裁判的理由是壘那邊比較快出局 翻壘還沒有踩下來 為了關心高飛西想打的距離 卻讓自己在驚慌失措中 慘遭恰恰觸殺出局 懊惱自責的潘烏熊 決定要用下一次的跑壘來 彌補自己要命的錯誤 這一球身上的是游擊方向彈跳球 游擊手接到招 壘壘沒有 在泥泥的場地上拔腿狂奔 為的就是安全上壘 光用肉眼觀察 潘烏熊這次 應該是一個成功的復仇 不過裁判卻提出了比較另類的觀點 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在臉上寫著 請盼我們出局吧 不管他怎麼樣積極的狂奔 裁判大人們就是會忍不住要跟他說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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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一次請把S.A.F.E.S.A.M. 四個英文字母寫在臉上 再給判官們一個燦爛的微笑 或許就能夠改文哦 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間發生的飛球 中外手往後退還在追這個球跳起來 接到了嗎 接到了 接到了中外野手 劉耿信他又飛起來了 把這個設備的飛球最後接到了 這次接著十分驚險的高位球 看起來似乎是個Nice Play 不過失誕的球員立刻提出質疑 高國慶用他過人的眼力 看到劉耿興手中的小白球 在第一時間並沒有缺失接到 先是觸碰到了全力打牆 才完成接殺的動作 經過慢動作重播發現 高國慶的勢力還真的好啊 但裁判卻不相信高國慶的眼睛 可能他們又看到 壘上跑者潘武雄的臉上 還寫的那句 請派我們出局吧 不聽話只數五顆星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可以不願意 把Safe寫在臉上嘛